九州大陆最强地基重生在西齐暴力公主身上 再次睁开眼 耳边有男人低沉的声音 脖子上还有一阵刺刺麻麻的痛感 抬手一挥 一袭黑衣的少年被他一掌掀翻 从床上摔了下去 楚清皇缓缓从床上坐起身 沉默地打量着这华丽贵气的殿格 接收着原主的身份故事 楚清皇是西齐的护国公主 排行老七 公主中身份最尊贵得宠 天生蛮利 后痴迷于武学 天赋异比 即使是西齐专门培养顶尖高手的暗格 也无人能抵挡他 直到一个叫福仓的人出现 是他唯一不可战胜的高手 所以 他便把福仓从暗格要到了自己身边 做他的隐蔚 想要驯服这个桀骜不驯 无比高傲的隐者 福仓最终在楚清皇手里 我到二十六岁 此时 福仓跪在地上 极力抵挡药效微微轻颤 等着公主发落 突然一声 爆喝响遍整个宫殿 身为公主隐蔚 不但以下犯上冒犯公主 居然连下药的手段都舍了出来 请公主殿下立即下令 将福仓处死 此人便是袁申 楚清皇喜爱的驸马奉景之 袁申抢求圣旨赐婚 对他处处纵容 可这个男人却是个大渣男 利用袁主的痴情 借袁申的手除掉障碍 扶持三皇子上位 而后兔死狗烹 在福仓死后第二年 一杯毒酒 结束了楚清皇二十四岁的生命 这种人渣 还真是让人想揍 楚清皇面无表情扫了一眼 冷声到处去跪着 以之前驸马得宠的模样 福仓薄唇威敏 正要起身离去 却听楚清皇再度开口 凤景之 本宫说的是你 凤景之不敢置信地 看着他楚清皇 你就这么着急 跟一个侍卫型雨水之欢 这是你用来激怒我的心计量吗 楚清皇 我告诉你 跟你澄清是圣旨所逼 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就算你用尽手段 我也绝不可能对你妥协 更不可能跟你圆访 楚清皇末地抬手一挥 闭嘴 还在愤怒叫嚣的凤景之瞬间 被一股大力甩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凤景之 疑惑更加愤怒 楚清皇 已疯了 楚清皇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 摔在地上的父母 来人 凤景之行为无状 冒犯本宫 拖出去 重打四十大板 凤景之脸色大变 没想到最爱自己的人 会这么对自己 还在嚷嚷 公主府侍卫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格勒令赶紧大力拽紧 好好出口气 九州大陆最强地基 重生在西齐暴力公主身上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作威作福的人渣驸马 打一顿 随后才缓步走向了 他的隐蔚扶仓 让他把面具拿下来 扶仓自知自己被人下药 但爬上公主床是真的 冒犯公主 下场从来都是死 楚清皇抬起扶仓汉 流满面威红的脸 看来是有人给他下药 要他以下饭上 好药了他的命 亲手摘掉他的面具 我的人 生死只能我说了算 面罩被他随手一丢 这么俊俏的一张脸 遮起来做什么 而扶仓眼下 若不解了这样人命的毒 最多在一盏茶时间 就得被生生折磨而死 楚清皇并不打算 眼睁睁看着扶仓死 说到过来 扶仓心有余悸地 看着那床头 属下不敢 多年的相伴 他深知公主的脾性 还有他映入骨髓的忠诚 扶仓脸色再度沙白 到底还不能违抗命令 起身跪到了楚清皇脚边 是谁给你吓得多 楚清皇一边问 一边抬手 贴在扶仓后颈 把冰凉的蒸汽 一点点输进去 缓解他身体里沸腾的灼烧感 扶仓神志 逐渐恢复清明 回到凤井之 楚清皇眉头微皱 就这点伎俩都不能识破 反而中了暗算 本宫该说 你防备心退化了 还是该把你送回暗阁重新训练 扶仓神色淡然回应 凤井之带的酒 是殿下所赐 殿下赐的酒 属下不能不喝 所以 你明知道有药 却还是喝了 楚清皇又想起原主的行为 有那么一点心疼这个饮味 凤井之被原主宠的整个公主府上下 都敢怒不敢言 而扶仓每天都被厌恶折磨到死 以原主的作风 就算扶仓说出实情 他也不会醒 也就是这一次原主把扶仓狠狠地整治了一顿 伤了他的底子 暗阁出来的尹卫本是强悍 可建功立业 领兵作将 且忠诚刻入骨髓 绝不会判处 若是能让暗阁尹卫都只对自己一个人敬忠 门外侍女的禀报声打断了楚清皇的思绪 公主 驸马晕过去了 楚清皇回神问到他可知错 侍女谨慎回到还没 那就颇醒了继续的 留条命就行 从现在开始 驸马在公主府中拥有的特权全部取消 不必过分优待他 侍女得了令 立刻传了下去 自己也松了口气 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公主突然间变得如此睿智 但这样的变化 显然是极好的 忠心于公主殿下的人 没一个不讨厌凤锦之 恨不得让公主殿下立刻休了他的 殿内 楚清皇又告诉扶仓 从现在开始 好好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本宫的隐蔚 只副从本宫一人 这护国公公主府上 乃至整个西齐皇族 除了本宫之外 没有谁可以使唤你 这时 侍女准备好了沐浴的水 楚清皇点点头 吩咐扶仓留下 其他人全部退下 侍女们准备好一切后 乖乖退了出去 楚清皇淡淡喊了句宽衣 扶仓短暂的一愣 还是瞥开眼 上去替公主宽衣 楚清皇整个人没入水池后 身心放松 声音显得懒懒地喊了句下来 扶仓揪着脸 伸手推自己的衣服 心里念叨怎能如此 就算身为隐蔚 世身死亡 也太过羞耻了 楚清皇心下一惊 抬头看着面色窘迫的扶仓 居然能听到他心里的声音 美燕公主竟让隐蔚下来 与自己共语 对于主子的命令 扶仓不能拒绝 执行命令第一次这么莫及 世身死亡 也太过羞耻了 不料这些心里话却传入了楚清皇的耳中 或许是因为 原主本就有这个异能 又或者是自己无感突然开了窍 竟然能听到他的心声 他是以为 我要溺死他吗 内心系倒是挺丰富的 也难怪他这么想 原主暴虐无常 的确擅长 以各种方式折磨人 楚清皇转过身 却喊道愣着做什么 赶紧下来 给本宫捏捏肩 拖到一半的扶仓有点惊讶 原来主子刚才 没有想要杀我 退去上衣的扶仓 背上还有清晰可见发 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公主的秀发 没见发怒 才缓缓给他捏起肩膀 感觉今天过得格外的梦幻 今日的公主 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楚清皇在自己内心回了他一句 可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吗 如果原主 原本就有读取别人心声的一能 他武功无双 地位尊贵 还有扶仓这么强悍的隐位 本该风光无限 怎么会被渣男利用落的那种结局 看来这一能与原主无关 扶仓 听到公主突然开口 叫了自己的名字 扶仓身躯威震 本能地在浴池中跪了下去 楚清皇让他把凤锦之在公主受罚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事情传播出去 务必让满朝文武都知道 明日回趟暗阁 再挑几个隐位过来 得到命令的扶仓 慌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楚清皇盯着扶仓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既然现在自己就是楚清皇 那就做这个身份该做的事 午膳时间 侍女摆满了膳食 楚清皇便将身旁的侍女都叫了出去 随后又叫来扶仓 让她坐在自己的对面 扶仓一正 有些不敢相信 楚清皇看出了她的酒祸 因为以前吃的什么 本宫不过问 但即日起 你跟本宫一起用膳 扶仓端起米饭 是热的 很香 再次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因为她之前从没吃过热乎正常的饭菜 听着扶仓的心声 楚清皇觉得她碰到原主 真是可惜了 这么一个心思单纯 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训练有素 最优秀的饮味 是她现在最能够信任的人 原主真是美眼光 这是扶仓在楚清皇身边的第二年 身体损伤尚前 应该还养得回来 便开口 让扶仓吃饭 以后不要再吃生冷食物 对身体不好 次日 驸马住处 一名女子正慌忙地推开房门 来人正是稀奇的六公主 看着掩掩一息躺床上的风景之 她心疼得浑身颤抖起来 楚清皇是得了失心疯吗 她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就在她转头传唤太医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却走了进来 黄姐对我的驸马这么上心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出入我公主俯如无人之境 进来驸马的屋子 更像是在自己宫里 这般行为 是打算和驸马私相授受吗 六公主连忙握紧楚清皇的手解释起来 表面上劝和 说着一切都是为了妹妹好的话语 心里却想着 这个蠢货到底是怎么了 楚清皇听了她的内心话 冷冷到六姐姐的意思 是说我愚蠢 直接将手抽了回来 我以前的确是蠢 既然六姐姐和驸马公然亲近 那我便成全这份情深意重 立即当众宣布 即日起 本宫修了驸马奉景之 一个未出阁的公主 闯入妹夫房间虚寒问暖 这奸情藏都藏不住 楚清皇当即决定成人之美 宣布修了奉景之 六公主心里震惊不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她不是对景之言 听计从吗 她就跟摇尾起怜的狗一样 尚赶着讨好都来不及 哪敢说出这样的话 大多时候 景之对她冷漠疏离 或冷嘲热讽 她转眼就把这股火气 发在身边的影卫身上 无论如何 是不会伤害景之一根汗毛的 她的心里话 一字不落地 落到了楚清皇耳朵里 楚清皇便说 你要是愿意留下来照顾她 就请自便 等奉景之伤势痊愈 就让她带着修书 离开我的公主府 六公主也不装了 修愤大吼 我一个未出阁的公主 怎么能留下来照顾她 传出去 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却见楚清皇 已经头也不回地举步离去 前朝后宫 向来都是千亿发动全身 奉景之是丞相府嫡子 她的姑姑是奉贵妃 听到消息 首先坐不住了 自己的儿子三皇子 想要得到皇位 就必须要有楚清皇的帮忙 所以她必须要让奉景之留在公主府 绝对不能退后回来 于是找到太后吹耳边风 求太后做主 当初护国公主看上景之 擅自请求皇上赐婚 如今厌弃便想修就修 把奉府当成了什么 而太后主义的储君 就是奉贵妃所生的三皇子 便是一条裤子上的人 急怒交加 让奉贵妃放心 绝对不会让楚清皇 这么肆无忌惮的行事 而这边楚清皇收到了太后的传诏 不一会儿便进宫拜见这些 把元主送上皇权的人 见到楚清皇到来 太后压抑着不悦威严的开口 景之呢 被你伤得出不了府啊 奉贵妃这个笑面胡也赶紧劝和 小七过来说话 景之这个孩子一向温雅手里 与你一向和睦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楚清皇没说话 视线里瞥见奉贵妃脚紧了帕子 也听见她心里在暗暗咒骂 不过她并不在意 她只是忍不住想 元主到底有没有读心术 若元主真有读心术 那应该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太后和奉贵妃 还是奉景之 对她都是真真切切的利用和厌恶 她怎么还能那般没脑子的硬贴上去呢 楚清皇回过神冷冷道 奉景之跟本宫澄清以来 态度屡屡不公 动辄对本宫侮辱谩骂 犯上不尽 本宫秀一个不守护道的驸马 有何不妥 如今的西齐护国公主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头脑简单 随随便便被人利用的花痴 她的行为处事 不看别人脸色 只看自己愿不愿意 旁人谁也干涉不了 面对太后的威压逼迫 也面不改色 秀一个不守护道的驸马 有何不妥 完全没有给他们面子 太后脸色垮了下来 怒斥小妻 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在挨战面前竟也如此放肆 楚清皇那双毫无感情的毛子 直钉太后 场面瞬间寂静 太后若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就这么冷漠地推门离开 守门太监瞧她走的 不是出宫的方向 却也不敢提醒 离开人寿宫 楚清皇去了一趟太医院 这是她第一次来 太医们听说七公主驾到 各个脸色大变 全部放下手中的 活出来恭迎 楚清皇脚步一顿 然后听到了诸位太医 乱七八糟的畏惧心声 感叹园主做人可真有一套 活成了个母劳 沉默片刻 面无表情地扫视着眼前 惶恐不安的众人 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本宫拿点药就走 为首的太医 连忙宫生哆哆嗦嗦地表示 公主殿下想要什么药 老臣这就去配 楚清皇收敛了气息 但语气依旧冰冷 让太医开些调理内伤和外伤的药 请公主殿下烧的 老臣这就去配药 太医们顿时四散而开 赶紧打包药材 让七公主带走 太医院顿时忙得人养马翻 楚清皇眉心微皱 两久沉默 不一会儿 太医首尊亲自提着几包药材递给她 这些药材该怎么煎都已经写好了 本宫知道 楚清皇但莫丢下这句话 提着要转身离开 太医院里众人总算松了口气 还好 还活着 随后又开始八卦 七公主亲自来取药 谁这么大面子 难道是打伤了驸马 现在去世好的 于是 太医把七公主亲自来太医院取药的消息 回禀了太后 太后听完 表情终于好看了一些 看来她到底还是在乎景致的 希望如此吧 凤贵妃在椅子上坐下来 眉心还是猝着 担心凤景致的伤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千万不能拖他们后腿 回到公主府 楚清皇把药材拆开 仔细检查成分之后 才分诉侍女去煎药 淡喊了生扶仓关门 一道影子从角落账卖后面闪失而出 合上了房门 楚清皇抬眸 看着扶仓说衣服脱了 去床上趴着 扶仓闻言 身躯一阵 后院除了驸马 还有四位侍君 殿下这是要做什么 今日发生了太多的第一次 杀人时毫不手软的暗格第一高手 明显有些无所适从 楚清皇听到了他的心声轻叹一吐气 放心 本宫对你没什么兴趣 也不是要折磨你 你身上的伤需要上药 扶仓面带羞涩褪去上衣 身躯僵硬地趴在床上 反观第一次服侍人的楚清皇 倒是游刃有余地 给他身上上药 表情除了天生淡漠之外 看起来倒是比他从容得多 本宫给你定几个规矩 第一 白天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在我身边 除非有特殊任务 否则不用再藏身 第二 晚上不必再在梁上待着 这寝殿里的软炮 你可以睡 第三 以后一日三餐跟我一起吃 我命人给你煎的汤要你按时喝 但除此之外 任何人在假借我的名义 让你喝什么毒药毒酒之类的 你最好学着拒绝 福仓一语不发地趴在床上 静静听着楚清皇的命令 觉得这些不符合规矩 刚想说什么 就听到楚清皇淡漠的声音 记住 任何不符合规矩之处 都以本宫的命令为准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福仓听话地应下 殿下 要煎好了 侍女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楚清皇起身打开门 从侍女手里接过汤药 见侍女欲言又止的模样 便问他还有什么事 侍女回禀驸马那边烧了一夜 最后晕了过去 还在喊着殿下女 虽然不知道这个驸马想干什么 但毕竟还是凤促嫡子 真出个三长两短 对公主也不太好 凤锦之那个狗男人 居然会念着他 楚清皇淡笑本宫一会去看 低头闻了汤药的味道 转身把药放在桌上 看着扶仓补充 第四点 你身体有了很大的问题 以后不许再吃生冷食物 不许冲冷水澡 按时喝药 本宫帮你把身体调理一下 卒仓对上楚清皇 那双淡墨眸子一正 真的不是错觉 今日的公主殿下 跟往日不太一样 楚清皇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却并不理会 你喝完要就去休息 今晚不必守着 丢下这句话 楚清皇便去了凤锦之的梧桐院 看一看这个服软的驸马 跨进门槛 一股子药味扑鼻而来 身为驸马 却跟公主分院而居 原主还真是样样都一整 躺在床上的凤锦之 已经醒了过来 脸色惨白的 看着站在床前的楚清皇 眼底带着深沉的探灸之色 两久无语 这是什么眼神 楚清皇没烧轻票 恨我 凤锦之闻言别过头 冷漠说到不敢 楚清皇转过身淡淡的 说感也无妨 既然你如此不屑本宫 本宫决定成全你 等伤势好转了 本宫会给你修书一份 回你的相府去吧 为了他姑姑的孩子 三皇子的楚君位 他必须要留下来 虚衣尾仪 凤锦之慌了 死死攥着床入 大喊楚清皇 楚清皇却递给他一个 再敢多说一句 就得没命的眼神 凤锦之一夜 惨白的脸色越看越难看 以前楚清皇处处让着他 他有恃无恐 可如今不一样了 楚清皇并不想和渣男多呆 转身走出内室 吩咐侍从好好照顾一家公子 丢下这句话 他举步离开 想想这六公主闹上门 太后和凤贵妃召见 而后凤锦之服软 接下来又会是谁坐不住呢 七公主重罚驸马船的沸沸扬扬 几个皇子听到消息都感到诧异 也很有默契地选择静观其变 唯有三皇子文之色变 眉心紧促 他知道 他父皇有意让楚清皇将来领兵 一定会给他兵权 而且 他身边还有一个最高级别的暗格隐位 楚清皇是个女子 无法争处 掌兵权也不担心 他将来拥兵自重 必须拉拢楚清皇 只能委屈凤锦之 背车 本王去凤家一趟 前朝后宫的压力 皇帝召见了妻女儿楚清皇 今天的御前宫里格外热闹 除了一众大臣皇子 还有太后和凤贵妃 楚清皇还世一周 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众人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那些眼神中蕴含着震怒或者冷漠 忌惮或者不解 当然也有不动声色看好戏的 凤丞相见到楚清皇出现 立即开口 公主殿下 不知锦之犯了何事 竟让公主殿下动了大怒 不惜对他动用私刑 还没等楚清皇说话 凤贵妃又开始察言察语 锦之是文弱书生 从未受过账责 当初也是公主喜欢他 才放弃入室 进入公主府 还求皇上做主 莫让朝臣寒了心 楚清皇神色莫然 眸光寒煞瞥着凤丞相 凤锦之对本宫出言不逊 动辄侮辱谩骂 本宫没杀了他已经是格外开恩 丞相是对本宫的发落有意见 凤丞相对上楚清皇 冷冰冰的毛子 暴力公主的威名 让他打了个寒战 随即脸色微变 锦之辱骂公主 这不可能 锦之一直是个 智力手里的男子 当初也是公主殿下 想要嫁给他 所以才 楚清皇眉心微皱 语气冷漠到了极致 打断了他的话 看来丞相大人 是对本宫多有不满啊 你的意思是 凤锦之跟本宫成亲 委屈了他 凤丞相听着这个陷阱题 心头一惊 下意识地 看向龙座上的皇帝 臣不是这个意思 婚事乃是圣旨所赐 他真敢说委屈 岂不就是对皇上不满 三皇子健壮 赶紧出来解围 一副正义之事的模样 妻媚私自动行 窒息其律法于何地 置皇族尊严于何地 楚清皇冷冷扫了一眼三皇子 却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本宫的事情 无需你过问 别说区区武士大阪 他若是再敢惹本宫不高兴 本宫把他堕碎了胃口 在这场的人 齐齐打了个冷战 都不敢作声了 太后仗着皇帝在 大声呵斥他放肆 楚清皇突然听到皇帝的心声 如今稀气国库不足 东陵国的上贡 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凤家的儿子 不过挨了顿咋罢了 闹得没完没了 他根本无暇理会 凤锦之这事情 最终皇帝略微烦躁开口 清皇 凤锦之好歹 是你过门的驸马 明媚正确 败过天地的 你别太为难他 楚清皇若有所思 在这片大陆上 原本有九国 二十多年前 东陵吞并南越和宇国 成为大陆上最强国 而且这些年 一直维持着强盛巅峰 西齐音内乱 伤了元气 无力跟强国抗衡 即便国库空虚 也要向东陵碎碎纳贡 楚清皇抬头淡淡问到父皇 是不是在发愁 今年上贡东陵一事 皇帝眸光一亮点点头 楚清皇语气 但莫回道 我有办法 皇帝精神一震 莫帝抬头 看着这个威名远扬的妻女儿 你有办法 在场众人 都也不约而同地 朝楚清皇看来 目光中隐含狐疑 以及莫名的不安 楚清皇抬手表示 东陵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贪官污吏 早已被诛杀殆尽 没有贪官贪末 国库自然拥有 充裕的银两治军养兵 西齐也可以效仿 最近可以派人好好查一下 正好也趁机整治整治贪官 在场的几个官员 不约而同地留下冷汗 刚才兴师问对的气势 变成了惊恐和忐忑不安 楚清皇目光微转淡淡一笑 奉丞相为百官之首 就从丞相家开始吧 丞相大人一直忠于皇上 应该不会反对本宫的建议 楚清皇从一开始 就是在利用责打驸马一事 来为自己走上至高位置铺路 其他人却肤浅地一起合伙 批斗楚清皇修驸马一事 不料楚清皇打出一个王诈 反手就要查贪官冲国库 太后和凤贵妃都不干了 小七空有一身武功 却从未接触过朝堂之事 有丰厚家底的 大多是元老重臣 贸然出手 只怕到时候搞得一团糟 朝堂上人心惶惶 反而让皇上焦头烂额 楚清皇不理他 只看着皇帝 只要父皇给我三千敬畏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 我定让国库充裕 贪官无所遁形 而且 我还可以让西齐今年 不需要再向东陵上贡 一国上下都无法解决的是 就这个只会捂得蠢货公主能解决 凤丞相觉得他是在逞门 冷笑到 西公主在说笑话 东陵国强大 西齐数年上贡 才能勉强维持社稷安稳 你却在这个接骨眼上 信口开河 大言不惭 你是想让西齐即刻陷入战乱吗 太后也像是看疯子一样 直叮处清皇 暴贺简直太过想当然 根本没考虑过后果 不知所谓 三皇子也阴阳怪气地出生 西妹到底是个女儿家 哪里懂得这些 还是回去跟驸马好好过日子吧 就别在这给父皇添乱 楚清皇冷眼看着众人 本宫不添乱 那各位任由东陵向西齐争取罪贡 就算是卫国天才了 话音落下 殿内骤然安静了下来 楚清皇神色漠然 并不在意众人围攻式的言语 目光只落在皇帝身上 其他人怎么说都不重要 而楚清皇有办法让皇帝相信他 历来后宫不得干政 就算是太后 也无权对国事指手画脚 但今日因为奉景之一事 后宫太后妃平 皇子和前朝大臣 一窝蜂全聚到了这里 也算是难得的大场面 片刻后 皇帝终于开口 小七 家国之事稍有不慎 就会引发战乱 让生灵涂炭 岂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都回去吧 贵妃 你派人去公主府照料好驸马 小七留下 众人带着不满告退离开 心里都在付匪 七公主果然是四肢发达 脑袋简单的蠢货 东陵碎贡是无奈之举 他拿这个作文章果然惹了皇上不怨 这个疯子 随他闹吧 等他败尽了端妃那边 在父王面前的好处 皇位就是我的了 这些新生 全都被楚清皇听得清清楚楚 他依旧神色淡漠 不发意义 大殿上只剩下皇帝和楚清皇 皇帝便直接问 小七 你说有办法 是什么 西齐年年给东陵上贡 这不是出于朕的本意 而是局势所迫 现在各国都没有底气 跟东陵抗衡 就知道 没有哪个皇帝 愿意屈居于他谷 楚清皇倾笑 我没说要跟东陵抗衡 我只是有办法 让东陵主动免去西齐上贡 皇帝精神一震 随即摇头 这根本不可能 楚清皇却很自信地表示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三月之内 我必定让东陵使臣 亲自过来一趟西齐 到时候父皇自会知道 我说的靠不靠谱 皇帝沉思了起来 西齐这几年 都是在秋季上贡 眼下才是三月 就算他做不到 到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 但假如他真能做到呢 西齐便能就此还口气 皇帝这般想着 忽然皱眉 沉默片刻又问什么条件 楚清皇淡淡地说 第一 封我为长公主 地位仅次于未来的储君 第二 我要暗阁 楚清皇答应皇帝 只要把暗阁给他 一个月之内 会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 封他为长公主 能保证东陵跟西齐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无需再上贡 东陵十年之内 绝不会对西齐出兵 如今西齐立储一世 至今悬而未决 大皇子楚天陵 乃是先皇后所生 可立长子 二皇子楚天阔 是先皇后所生 可立嫡子 三皇子楚天印 是奉贵妃之子 背后有奉丞相一党支持 五皇子楚天真和楚清皇一样 是端妃所出 娘家灵氏一族 手握兵权 四位皇子四足鼎立 旗鼓相当 都是有资格成为储君的人 可个个少了份气魄 只知道与朝堂势力周旋 可这江山到底 还是需要一位储君继承的 楚清皇近来的表现 倒让皇帝觉得沉稳的几乎 可堪大任 可惜到底是个女子 皇族通常只有皇帝的嫡女 或者姐妹 才能策封长公主 承受多大的恩责 就得做出多大的功勋 这是相应的责任或者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皇帝这次破例允了楚清皇暗格 和长公主之位 可他若做不到答应的事 那便会让他自财谢罪 和皇帝谈妥之后 楚清皇又去见了原主的生母端妃 如今宫中最受宠的端妃 确实是个大美人 可端妃本是不愿理会这个女儿的 大多时间也只是在皇帝面前 才维持着温柔的母亲形象 但今日楚清皇在御前宫里的表现 让端妃颇感意外 心里打起了如意算盘 如果这个女儿真能做下一些功勋 与自己儿子争处也是有利的 最好形势越肆无忌惮越好 把该铲除的对手都铲除 让其他皇子元气大伤 到时候再让自己儿子出面 安抚那些被楚清皇得罪的朝臣 踩着他收拢人心 等天真坐上皇位 想办法处理了他就是 免得后患无穷 楚清皇不动声色的 将端妃心声听了得清楚明白 对元祖这个亲生女儿 都没有丝毫真心 还给他讲什么 一母同胞真正的亲人 清皇 端妃眉心微醋 压下心头不悦 你在想什么 楚清皇回神淡淡地问 你想让我做什么 端妃将奶茶往他跟前推了推 你就应了查抄大臣的事 这官员的位置 自然是想动就动 户部尚书家底封后 你二舅舅 已经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许久 你觉得是不是该往上提提 梅艳公主 破例或风掌公主 尊贵无比 身边却都是恶意虚情的小人 就连亲生母亲 都要利用他为哥哥的储君位 做垫脚石 只有隐位扶仓 从始至终都忠心待他 楚清皇将奶茶推了回来 抬眸看他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楚清皇没心情再留在这里 应付端妃这种仅有血缘 却无丝毫亲情存在的母女关系 拱手告退 我先回去了 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 以后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端妃脸色一清 对这个女儿实在喜欢不起来 但为了自己的儿子 她也不愿跟楚清皇交恶 让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唱款 出了皇宫 坐上自己的马车 楚清皇看着跟在身旁的隐位扶仓 心里叹息 连生母都厌恶 原主获得貌似体失败 周围围绕的 都是满腹算计的虚假小人 唯一一个忠心耿耿的隐位 却被他亲手折磨致死 这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直到马车抵达公主府大门外 抬头就看见门口站着两人 而为首的 竟是脸色苍白如指的驸马奉景之 楚清皇脚步就这么一顿 随即漫不经心的抬眸 唇角泛起机翘的弧度 楚清皇我想知道 奉景之话未说完 就被楚清皇打断 见到本宫还不行礼 看来你还没学会教训 奉景之脸色轻了轻 看着楚清皇的眼神 英智沉默 楚清皇有些不耐 但莫的吩咐管家 驸马这两日有些没规矩 本宫罚他 在此跪一个时辰 你在这里照看着 别让驸马晕过去 奉景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他震怒 看向楚清皇 你失心疯了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耍什么手段 我都不会 突然一阵风斑掠到他跟前 抬脚狠狠一踢对方后吸窝 奉景之整个人毫无预警的跪倒在地上 虚张声势叫嚣的声音 就此卡在了喉咙里 膝盖重重砸在地上的声音 听着都吓人 奉景之腾的一张脸都扭曲了起来 楚清皇转头看去 动手的人是福苍 对上他的眼神 福苍低头回应 他以下饭上 最该问 有个忠心耿耿的人护着 楚清皇微微一笑 正要离开 外面忽然响起太监 阴柔高亢的声音 甚至道 楚清皇转身 公主府里里外外 骑刷刷跪了一顶 一人拖着宝册 一人拖着金银 皇上有指 册封七公主楚清皇 为长公主 亲此 话音落地 船指太监 甚至不敢 让楚清皇跪下接纸 恭恭敬敬地 把圣旨送到楚清皇手里 恭喜长公主殿下 奴才先给殿下请安 楚清皇微一点头 示意扶仓 把两个小太监手里的 金银宝册接过来 凤锦之算什么东西 风花雪月有何用 他要的是驰骋江山 号令群雄 做万人仆夫的天下之主 回到请殿 楚清皇让贴绅士女 把圣旨和金银宝册拿下去收好 开始思索着 西齐眼下的局势 眼下皇帝那边已经没什么问题 只要解决了国库和上贡的难题 不管他是暴力也好 我行我素也罢 或者做出多少离京叛道的事情 皇帝都会容忍 见楚清皇有些疲惫 扶仓一双手 打上他的鬓角 力道恰到好处地按压起来 殿下 属下已经挑了几个影位 主子可要见见他们 楚清皇带位人在哪 扶仓轻声换了句进来 煞世间 四道黑影如鬼魅般闪身而入 扶风 扶云 扶威 扶影 皆是年轻矫健的十七八岁少年 青一色黑衣静装 齐刷刷跪下 拜见主人 楚清皇打量了他们一瞬 才开口 给你们三天时间 分头行动 找出户部尚书贪末勾结 结党隐私的证据 本宫会带着证据去抄家 四人领下第一道命令 如鬼魅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楚清皇微眯着眼淡淡开口 你在暗阁是第一高手 这是陈述 不是询问 扶仓按摩的动作一将 垂眸回到室 第一高手这四个字 在两年内 让他吃了太多的苦头 当初就是因为七公主 无法战胜他 他又孤傲地不愿低头示弱 才会来到公主府 被公主厌恶 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昨天开始 公主好像变得 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还是下意识地就要跪下 却听楚清皇倒站着回话 本宫想让你执掌暗阁 能做到吗 扶仓愣了一瞬 反反点头能 公主这是信任重用自己了 才会将这么重要的暗阁 交给自己打理 公主殿下真的不一样了 楚清皇没再说话 寻思如今以掌公主的身份 执掌暗阁 从此便有了尽情嚣张跋扈的脾气 至于后宫皇子 朝臣权贵这些利益争执 都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眼下要先处理 原主后院的四位侍君 这两天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几个侍君 居然没有一个出来看热闹的 而与此同时的公主府西院 四位侍君正 闲情意志地聊八卦 镇北王府竖子麒麟 窃义躺在摇椅上笑头 奉景之又被罚了 一袭红衣的红衣 带着几分桀骜点头 看来这位公主突然开窍了 转头看向另一个侍君 顾布侍郎数字 温战 你怎么看 一袭青山云袍飘逸出尘 清明了一口茶水淡淡地说 西齐朝堂的天要变了 凤景之跪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晕了过去 消息禀到楚清皇面前 他只让人告诉凤景之 这两天好好养伤 别再出来作妖 早些养好了伤 早些拿着修书滚出去 美艳公主竟主动邀请影卫 睡自己的床 补上除了一位俊美中心的影卫扶仓 一个长得好看 表里不一的渣男驸马 还有四位角色男宠齐聚良亭聊八卦 第一位是镇北王之子麒麟 一席徽山 潇洒桀骜 第二位年龄最小的公寓 一席红衫容貌 堪比女子的柔美 第三位是户部侍郎之子温战 一席轻衣见眉心目 或有竹林君子的风范 第四位是御史沈大人之子沈仲景 一席云山 温文而言 楚清皇命身边的老嬷嬷前来告知几人 明晚去东上阁用膳 自打他们几个禁服 既没有人看顾 也未曾有人刻意刁难 白白占了弑军的名分 以前因为公主专宠驸马 对他们视而不见 所以他们也不曾在公主面前争宠表现 如今驸马被咽弃 明晚的晚膳聚会就有些许期待 红宇觉得 凭自己这漂亮脸蛋 没准就能荣获专宠 夜里 睡得正香的楚清皇 被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吵醒 隐约听见 貌似是浮仓发出来的声音 心声浮移 举步走出殿 赫然发现 合一而眠的浮仓身体 正在不停地打哆嗦 看起来好像很冷的样子 楚清皇下意识看了一眼窗子 雕窗紧闭 并无夜风吹进来 再说眼下 已是春末夏初 我这身单一 也不觉得多了 浮仓一个正直轻壮的舞者 怎么会冷地打哆嗦 凑近发现 浮仓唇半斗动得发白 身体不自觉地蜷缩成了一团 显然不是伪装 难道是生病了 他抬手试探浮仓额头 浮仓猛然惊醒 紧觉得像是夜里的鬼魅一般 瞬间一跃而起 眼含杀意 抓住了摸他的手 直到视线里 忽然映入楚清皇那张绝艳贵气的脸 一瞬间 眼神恢复平静 变得公顺 赶紧放开楚清皇的手 楚清皇却反手抓住了他的脉门 打亮着浮仓的脸 方才异常的苍白已经不见 此时看起来跟白天没什么区别 练武之人被制住卖门是致命 若现在要杀他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 浮仓不反抗 只沉默地看着楚清皇为他把卖 然而从他的卖相看不出什么异常 可清醒时好端端的人 睡觉时怎么冷得像冰块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想要好好观察一下 便对浮仓说去本宫的床上睡 白天强悍狠辣的第一高手 一到晚上睡觉 就会浑身冰凉色色发抖 楚清皇觉得 是原本浮仓的床他不够好 便让他睡自己的床上 浮仓整个人一僵 属下不敢 楚清皇平静地提醒 还记得本宫昨日的话吗 浮仓脸色微变 想起昨日公主说的 无条件服从命令 纵然明白这不合规矩 他也没有反抗的余地 乖乖地起身挪床 公主床上只放着一床薄被 浮仓表情无错 慢吞吞地往床上挪动 楚清皇安静注视着 小影为纠结为难的表情 不知怎么的忽然就觉得有趣 多年忌冷的心态 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些变化 嗓音也不自觉地 多了几分漫不经心的书了 需要本宫报你 闻言 浮仓再不敢拖延 力所地躺到了床上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不安地望着楚清皇 看起来像是要被逼梁为娼一样 随后 楚清皇也躺了上去 把被子扯过来 丢给浮仓 让他自己带好睡觉 浮仓僵硬地扯过被子 虽然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冷 但主子的命令违抗不动 应了一声 浑身僵硬如石头 颤巍巍地闭上眼 楚清皇自然没错过 那颤动的睫毛和心理活动 白天强悍狠辣的隐味 现在这般反应有趣 浮仓起初僵硬的姿势 也慢慢随着很快到来的浅眠 而放松了下来 下一秒 楚清皇又见到浮仓身体 开始慢慢缩了起来 薄被在他身上 被裹成了残泳状 可他看起来还是冷 身体无法克制地开始轻颤 楚清皇也跟着眉头又皱了起来 入睡后这个身体反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情形太过古怪 天亮之后 还是要请大夫来看看 正想着 却见裹着被子成残泳的浮仓 一点点往他这边挪动 没过多久 竟直接从被子里 把手伸了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腰 楚清皇微愣 然而 目光落在浮仓 渐渐安静下来的身体上 不由得纳闷 抱着我睡 就不冷了 我比被子还管用 他睡着的时候身体冰凉 若是在夏天 抱着睡 应该会很舒服 只是冬天大概需要一些探伍了 话说他身为舞者 按理说 碰到我应该立刻惊醒 可现在就毫无反应 看着浮仓越抱越紧 呼吸越来越平稳 还真是抱着我睡 就不冷了 如果现在把他叫醒 他会不会因为自己屋里冒犯的举动 而下个半死 然后再度跪地起醉 就这样 楚清皇被小影卫抱着睡了一夜 天蒙蒙亮时 浮仓睁开了眼睛 意识还有片刻发猛 他从未睡过 如此安稳 如此沉的觉 不过这点茫然发猛 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 待他看到公主角色的脸庞在自己眼前 自己双手紧紧抱着主子纤细的腰石 脸色煞白 瞬间弹坐了起来 跪着请醉 楚清皇慵懒地睁开眼睛 看着浮仓 抱着本宫 睡得可好 尹卫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公主床上 还抱着公主 吓得赶紧跳下床跪地 等着处罚 楚清皇站起身 舒展着一夜眉洞 而江涩麻木的身体 淡淡地说算了 去伺候本宫洗漱 等到楚清皇从店内出来时 意外看见了 站在店外石阶下的凤锦之 没想到 他会拖着重伤未愈的身体 一大早就厚在了店外 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凤锦之目光灼灼 看着楚清皇 清皇 我有话跟你说 楚清皇淡默地打亮了一眼 你是不是又忘了 这是何处 本宫才是这座府邸里唯一的主 见到本宫不知道要行礼 凤锦之脸色骤变 极力压抑着心头生疼而起的怒火 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贱人 开始视若拘礼 之前是我不好 殿下能不能别跟我一般计较 看到扶仓给楚清皇披上外衣 自然美好的画面 随即语气带着若有似无的责问 这两天 殿下好像变了一个人 是否喜欢上了别人 又做出一副忏悔姿态 以前是我不懂感情 想用特别的方式 得到殿下的关注 只是后来才发现 自己用错了方法 殿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楚清皇冷漠地看着眼前人装模作样 淡淡地询问扶仓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扶仓站在楚清皇身侧 在公主府两年 这个驸马的所作所为 他比楚清皇看得更轻 瞟了眼那个虚情假意的驸马 回到不幸 凤锦之发痕地咬着牙 眼神鄙夷地看了一眼扶仓 他只是个隐位 身份卑贱 殿下以前最是厌恶他 今日怎么 楚清皇看傻子一样地看着凤锦之 带着嘲讽意味说 你怀疑他给本宫下了迷魂药 然而凤锦之听了之后 竟肯定地点头 极有可能 楚清皇顿时无语了 他听不出这是讽刺吗 看来不仅是个渣男 还是个蠢男 语气淡漠地开口 你能在此处等我 想必你的身体没什么大案 这就回去梧桐院 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午后 本宫会派人 把修书给你送过去 赶紧走 你别留在这里 爱本宫的眼 剑楚清皇如此决绝冷卧 凤锦之绷不住了 大喊楚清皇 想着自己都如此低声下气了 这个贱人 竟然还不满意 他的心里辱骂 都进了楚清皇耳朵 脸色皱了 昨日教的规矩 看来你还是没记住 话音刚落 凤锦之还没来得及反应 耳畔风声掠过 细窝已经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熟悉的剧痛袭来 跟昨天一样 毫无预警地 被揣跪在了地上 他的护卫一惊 公子 你没事吧 连忙去扶住他 凤锦之腾的脸色扭曲 怒火中烧的他 却只敢在心里 一遍一遍地骂着剑 楚清皇眉稍微调 骂来骂去都是这句 一点心意都没有 无趣 看了一眼回到自己身后的扶仓 抬手摸了摸扶仓的脑袋 谢谢你的衣服 然后转身离开 扶仓却呆愣在了原地 这么温柔的抚摸 还有公主对他的态度 浮仓脸颊泛红 常年冷记的心 忽然跳得好快 这边凤锦之恶人先告状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又禀报到了凤府 他的妹妹大肆辱 骂楚清皇这个疯子 凭什么这么对大哥 三皇子冷哼一声 可不就是个疯子 还说什么要抄家 大臣的家就那么好抄的 现在锦之讨不到好 他就成了彻底的变数 但他现在有父皇撑腰 我们还是要想法先稳住他 去请他来凤府一趟吧 暗格隐蔚的办事效果很高 从昨日午时 被派出去调查 户部尚书贪末的证据 到今日午时 就呈上来了调查结果 中宝私囊之数额巨大 楚清皇漫不经心地翻 看着账策上 一笔笔巨额的账目 难怪端飞想要让 林氏自家人上位 争处军位子 需要大量钱财 占据了这个职务 争处所需的钱财 就毫无烦恼了 楚清皇沉吟一瞬 抬头看着福仓 你觉得户部尚书 被抄家问罪之后 谁适合接管户部 福仓默了默回到林二楼 虽然他心里并不看好这个人 但想到林家是公主的母族 才给出了这个答案 楚清皇听到福仓内心的想法 抬眸看他一眼 如果我不想让他上任呢 他并没有兴趣 为楚天征筹缪谋 即便那个人 是原主血缘上的兄长 还不足以让他放弃 自己成王的机会 给他人当殿酒食 脑子里还在想着 谁最适合接任户部尚书之位 福仓威正愣 然后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殿下 后院的温公子 他的父亲温行云 是户部左侍郎 也许可领户部尚书之位 楚清皇有些意外 长于武功的隐位 对权谋也有见底 便问为何 户部尚书红尘海 是奋贵妃一党 扶持的是三皇子 温行云支持的是五皇子 所以跟户部尚书红尘海 一直不合 而他能力稀松 在五皇子的阵营中地位也一般 可谓主子所利用 温家还有一笛子温利 但能力比温战差上百倍 当初也是他设计温战当了士军 再无缘入世 因此 温战与温家不合目 等主子不再需要温行云时 可以斩草除根 只留用一个温战 也不必担心 他会寻仇侍主 楚清皇微挑眉 没料到扶苍竟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隐位的职责 只是保护主子 没有干涉主子决策的权利 扶苍说完便 公申请逾越之罪 楚清皇却没有怪罪 让他起身 还决定今天晚上就见见这个温战 换来侍女 让他去跟凤锦芝说一声 晚上的宴会 他务必出席 这会儿 吴嬷嬷站在店外比方 殿下 凤姑娘派人送来了请帖 说是明日在府中举办赏花宴 邀请殿下过府赏花吃场 扶苍沉默地走去 把请帖拿了过来 恭敬地递给楚清皇 看来凤婉月 这就坐不住了 硬了吧 明日便去凤府走走 夜晚 楚清皇在水泻花亭 召见了几位侍君 皆是外表极为出众的男子 这袁主号美色的名声 果然名不虚传 楚清皇坐在主位上 淡淡地说起来吧 本宫已有数月未见你们 记性有些不太好了 各自抱一下身份名讳 红玉眼神暗示一旁的麒麟 让他先带头 麒麟连忙垂眸做恭敬状 齐家数子麒麟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对他们的容色和穿着打扮 一点兴趣都没有 端起茶盏轻戳一口 听着几位侍君各报家门 不禁在心里付匪 怎么都是数子 这袁主是特别钟爱数子 还是因为数子好欺负 被强弩禁服也反抗不得 最后一位自报家门的 就是温家数子温战 就这样的气度 说他是温家数子 还真让人难相信 本该驸马坐的位置 楚清皇却让小颖位坐了 这是要将他扶成正宫吗 气度高华的温家公子 温战压轴出场 恭敬地行了一 楚清皇目光落在他面上 忍不住想挑眉 就这样的气度 怕是那嫡子也无法比 听闻你学识不错 温战微微一愣 怎么会关心我的学识 他应该感兴趣的 不是我今天的容色和穿着打扮 是否和他的眼吗 带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回道 在下学识还行 多谢长公主殿下夸赞 楚清皇听到他的心声嘴角一抽 他对他的容色和穿着打扮 一点兴趣都没 淡淡地说本宫没有夸赞你 下一个 红宇恭敬的上前见礼 楚清皇看着他一袭红衣 同谋干净清澈 和那隐藏起来的几分桀骜 这个不是数字 是原主在拍卖场买过来的 抿了一口茶水 楚清皇按道 原主艳福不解 相比之下 那凤锦之除了有个身份 哪里当得起这个驸马 正想着 外面廊下响起恭敬的说话声 驸马爷 您小心些 慢点走 楚清皇略微抬眸 见凤锦之被侍从搀扶着走来 步履不稳 苍白的脸上有汗水滚落 看起来格外痛苦 压下想要对着楚清皇破口大骂的冲动 僵硬地冲着楚清皇行礼 沉见过公主殿下 四位侍君看着 如此模样的凤锦之 表情皆是微妙 今日叫凤锦之来 是故意折磨他 还是想继续承认他的身份 亦或者是打了他 再给他一颗填草 红宇这个不嫌事 大得懒洋洋地提醒 驸马爷 公主殿下 已经被皇上册封为长公主 所以你应该说 见过长公主殿下 众目睽睽之下 凤锦之沉着脸 只得重新说一遍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免礼 都坐吧 侍君们一个个入了座 楚清皇的左侧留出了一个位置 侍君们都挺拾去 没有主动靠近楚清皇 反倒是凤锦之由侍从扶着他 自然而然地 到了楚清皇左侧的位置 正要坐下 却听楚清皇冷漠的嗓音 你就到对面去 凤锦之身体一将 已经弯下来的腰 不得不直起来 有种屈辱感 他冷冷怒视着楚清皇 你到底什么意思 楚清皇眉目微寒 是还想跪着吗 凤锦之咬了咬牙 压下愤愤 转身走到他对面的空位上 坐了下来 屁股刚落到凳子上 就疼得他一个哆嗦 将着身体不敢再动 红语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抱歉 我只是觉得 驸马爷现在的情况属实有些 怕是跪着 对他来说比坐下还容易一些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凤锦之身上 凤锦之强忍着脸上 火辣辣的难堪 在心里把楚清皇又狠狠的咒骂了一遍 才直起身体道你放肆 我站着吃 温战从容不迫地开口 驸马爷身体娇贵 乍然被板子如此则打 自然受不住 虽然他的语气听着温和无比 可此时身体娇贵这四个字 对凤锦之来说 无疑是赤裸裸的讽刺 麒麟也温生俘虏 凡事都有第一次 我练武便是如此 等驸马爷多受几次罚 应该就没这么娇贵了 凤锦之眼神阴冷肃杀 忍不住想发脾气 这些低贱的侍君 以往在他面前 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会儿居然都敢落井下石 就不怕他以后报复 楚清皇像是没听见 几人的口角之争 淡淡开口 扶仓 过来坐 一身黑衣的扶仓 已经没有之前的不自在了 不发一语地走过去 在楚清皇左侧坐下来 场面为之一镜 四位侍君目光齐齐 从凤锦之脸上 移开转头看向扶仓 他们还以为楚清皇是不愿意挨着人一起坐 没想到是他们料错了 楚清皇只是不愿挨着凤锦之坐而已 不过 贴身隐位什么时候 能跟主子一起坐着用膳了 凤锦之脸色 已经无法用难看来形容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愤怒被羞辱的难堪 以及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在眼前的尖锐愤恨 楚清皇却没管中人的诧异 只平静地吩咐 鉴于驸马身体不适 即日开始 公主府中除了本宫之外 对内主事大全 全部交给扶仓负责 如今的公主府 除了美艳公主本人 便是扶仓地位权力最大 楚清皇当众宣布了这个决定 众人都很清楚 驸马已经彻底失势了 新秀是隐位扶仓 晚膳结束之后 楚清皇放下筷子 淡淡开口 温战留下来 其他人先回去 这顿饭吃的凤锦之 早已接近历劫状态 再听到这句话 他恨得牙痒痒 今日过来 这里受了小半个时辰的罪 就是为了给楚清皇 一个立威的机会 还是说 根本就是为了羞辱他 然而 他此时实在没力气奋募 这两天 他被楚清皇搓磨得 已经没了脾气 只能在心里咒骂来 发泄不满 决定暂时忍下这个憋屈 等伤势痊愈了 再跟楚清皇算账 花厅里 很快就只剩下楚清皇 和身边站好的扶仓 温战默了默恭敬开口 不知殿下留我下来 是为了何事 楚清皇台谋面 无表情地看着他 听说你学识不错 还擅长算术 在温家没什么地位 温战很诧异 公主从不关心后院士君 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默了一瞬 缓缓点头是 三言两语间 楚清皇已然看出 这个温家数字 一直在韬光养晦 隐藏锋芒 等待时机 便直白地问他 想入室吗 温战很意外 但凡是公主的男人 不管是丈夫还是男宠 都没有入室资格 短暂思索着楚清皇的用意之后 回到殿下 我入室有两个障碍 第一 按西齐惯例 士君不可入室 其二 温家还有个父贤的嫡子 父亲绝不可能让我越了过去 殿下若需要我入室 我愿意 但我有条件 楚清皇目光微抬 看着以一副绝对恭敬的姿态 站在自己面前的男子 有些意外于他的胆大 毕竟放眼整个西齐 没几个人敢于跟楚清皇 这个暴力公主谈条件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随口问他什么条件 温战平静地回道 我可以干脑徒弟 为殿下效力 但殿下虚保 我不再受到任何人欺压彻准 不再被温家任何人束缚 不再低人意等 不再需要冒着挨打的风险 偷偷读书学习 不再被送去以色待人 哪怕有一天是复杀兄 殿下也得为我兜着 楚清皇站起身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温战 对于他的胆大智谋表示满意 缓缓点头成交 回去准备今年的秋围吧 你的目标是成为壮子 过几天是温大人五十大少 所为人子 你该回去给父亲拜个寿 本宫与你同去 温战纯狡猾过一抹浅淡的弧度 撩了衣袍跪下 多谢殿下 臣不会让殿下失望 这一跪式宣誓效忠 是代表臣服 是誓约的开始 另一边凤府 为了凤锦之能留在公主府 他们专门举办了赏花宴 可凤锦之的妹妹却极不情愿 楚清皇那么对大哥 还专门请上门 真是晦气 凤锦之的母亲老白莲花 劝她沉住气 等利用完楚清皇 日后自然有算账的时候 这时 一生长公主驾倒 凤家门前下人纷纷跪倒 凤夫人带着凤婉月他们 在中院迎接 还是从前那般假笑故作慈善过去拉人 清皇你来了 楚清皇的贴身侍女锦兰 立即挡住凤夫人 冷冷提醒 殿下已经被册封为长公主 封号地位与皇后相当 所到之处 臣民皆需以大礼参拜 凤夫人这是不懂规矩 还是故意怠慢 凤夫人正要斥责锦兰狐假虎威 目光对上楚清皇那双清冷的眸子 刹那间遍体生寒 凤家被下鸿门宴 以为能拿捏住美燕公主 不想楚清皇气势全开 由着侍女仙给她各下马威 凤夫人牢记以前的楚清皇 每次来凤家时 都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 觉得自己又有底气了 冷声呵斥锦兰让开 我跟殿下说话 轮得到你一个吓人插嘴 凤夫人看着楚清皇 抢逼着自己露出一个和善的笑语 清皇 你以前与我最是亲近 每次来凤家 我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招待 一眼看穿虚情假意的楚清皇 依旧面无表情语气淡淡 尊卑不可乱 凤夫人不必与本宫攀关系 凤夫人心头恨极 面上却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敬 带着女儿乖乖跪拜行大礼 心里还嘀咕 这个贱人装什么装 刚册封长公主 就开始摆架子了 若她只是寻常世家贵女 是景之娶进门的媳妇 我一定要好好教教她 什么是孝敬婆母的规矩 楚清皇无视了她在过躁的心声 说了句免礼 就举不往里面走去 刚坐下 凤婉月就尾随着楚清皇身侧 殿下 我大哥 他死不了 楚清皇依旧语气淡淡 过几天等伤势好一些 你们就去把他接回来 凤婉月一听接回来 笑容一僵 他们此次的目的 就是要让凤景之能留在公主府 收敛了情绪 笑到殿下是在开玩笑吧 我大哥跟殿下是圣旨赐婚 怎能轻易修复 楚清皇平静地晃了晃手中的茶杯 不急不慢地说凤景之 在公主府里言语失德 犯上不尽 屡屡对本公口出恶言 本公修他不得 你不想让他被修回来 那留在本公府上 三天两头 让本公寻着借口 搓磨一顿可好 凤夫人听到这句话 很是不悦 心里咒骂这个贱人 我倒想看看 他被泼上一头茶水 还会不会这么气定神险 楚清皇目光微转 冷漠而平静地看着他 凤夫人 你是不是特别想用茶水拨我 凤夫人准备拿茶杯的手一顿 被楚清皇看得头皮发麻 他强自镇定地开口 怎么会 楚清皇眼神越发寒凉地 看着凤夫人 最好不会 毕竟冲动会坏事 本公可不知道 自己被惹怒后 会做出什么事来 凤夫人忽然就想到了 楚清皇暴力残忍的名声 脸色顿时惨白 大气都不敢出 楚清皇放下了茶杯 看了一眼面色惨白的凤夫人 赏花吃茶碑 有个好心情 今日本公心情不太好 以后有空再说吧 说完转身往外走去 凤夫人没事的时候 其实可以吃吃斋 念念佛 修养身心 去去身上的浮躁之气 本公再给凤锦之三日时间养伤 三日之后 凤夫人最好派人去把他接回来 否则别怪本公用非常手段 凤夫人盯着楚清皇张黄的背影 心里恨不得楚清皇当场暴毙 这个贱人来了不到一炷香时间就走 根本不是来赴宴 就是专程来羞辱我 羞辱凤家的 楚清皇刚踏出房门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七妹怎么走啊 三皇子挡着楚清皇的前路 又开口邀请 我来看看舅舅和舅母 七妹跟我一起进去吧 楚清皇沉默不语 一个眼神都没给三皇子 继续往外走 三皇子大喊七妹 同时伸手拦住 不让楚清皇走 只是下一秒 他的手刺痛 被迫收了回去 扶舱打退那只猪爪 现身将楚清皇护在身后 冷冷地看着三皇子 三皇子抱着手臂身影 疼得他脸色煞白 身后的侍卫齐齐 抽出长剑 寒光四射 不约而同地 指着站在楚清皇身侧的扶舱 刺杀皇子 罪无可赦 犯上行凶 罪该万死 还不束手就擒 这些人这会儿有多装逼 等会儿就有多嗦 不知从哪里借的胆子 竟敢当着暴力公主的面 要杀公主的隐蔚 楚清皇眉心微皱 冷冷看着眼前三皇子的几个护卫 想死 几个护卫不安地面面相去 颤抖地说 公主殿下的护卫打伤皇子 乃是犯上行凶 按罪当诛 楚清皇慢条斯理地抽出腰间的鞭子 神情冷漠地看着三皇子 谁先来 这明显是要互短 再稀奇 也没几个是楚清皇的对手 三皇子压下心头脑 淡淡贺令 你们都退下 护卫们收剑后退 三皇子又忍着腕骨 像是碎裂的疼痛 走到楚清皇面前 目光冰冷而戒备地 看向站在一旁的扶仓 妻妹 你身边的下人教得好啊 楚清皇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 确实 三皇兄以后 记得离我远点 否则下次只怕就真的要断一只手啊 扶仓 我们走 颖卫的责任便是拼死护着公主 如今被公主护着 让扶仓心头一暖 有些情愫在慢慢发芽 三皇子忽然觉得 这个皇妹的气场 好像比以前更强 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想到楚清皇刚册封的长公主身份 想到她我行我素的脾气 以及最近刚激起的陈怨 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楚军为力之前 绝不能得罪她 楚清皇已经和扶仓出了凤府 准备上马车回府 三皇子今日来此 就是为了见楚清皇 此时自然不愿意眼睁睁看她离开 连忙走到马车前喊道七妹 她压下心头翻腾的情绪波动 强迫自己扬起一抹笑意 我还打算去七妹的府里 看看景之 今日正好 七妹 可介意我跟你一起回府 楚清皇干净利落地回答介意 本宫喜欢安静 不愿被人打扰 盖上了车帘 三皇子还想再争取一下 扶仓立即坐在马车前 握着马边一甩 骏马扬起梯子 发出尖锐的嘶鸣声 载着楚清皇 急迟而去 殿下小心 一个护卫连忙上前 千军一发之际 把三皇子拉了过来 受了惊吓 还吃了一脸土的 三皇子气得脸色铁青 愤愤地望着 那楚清皇消失的方向 简直放肆 放肆至极 刚到的六公主掀开车帘 望着马车离开的方向问 那是七妹吗 就这么走了 三皇子偏头看她一眼 六妹有没有觉得 七妹最近很不对劲 六公主盲点头 七妹以前喜欢井汁 喜欢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 对我们也是客气有加 每次来凤家做客 对舅舅和舅母 更是爱屋及乌的敬重 然而 从她第一次罚了井汁开始 一切都变了 那时 井汁给那个赢者下药 等药性发作的时候 就带人闯了进去 原本事情的发展 跟我们计划的一样 没出什么差错 唯有楚清皇的反应 出乎我们意料 楚清皇以前最讨厌扶苍 该治罪的人 是赢者扶苍才对 可那日楚清皇 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罚了井汁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导致楚清皇 忽然性情大变 三皇子手上的刺痛 让他想起楚清皇 方才对扶苍的维护 对了 那个赢者 七妹对他的态度 也很不一样了 六公主脸色微变 不论他为何性情大变 既然楚清皇 不能为我们所用 那他对于三皇兄来说 就意味着 随时可能存在的变数 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 三皇子何尝不想 但扶苍身手太厉害 有他在 许多事情便做不了 六公主忽然唇角浮现 算计的笑容 不一定 忽不温是郎过几日 五十大寿 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机会 三皇子和六公主 一心想着 利用楚清皇夺楚军位 如今已然明白 楚清皇不能为他们所用 便想办法要除掉他 正好护不温侍郎 这几日过五十大寿 他们决定 来个一箭双雕 到时候 可以制造一个完美的借口 就说 楚清皇发现了 温行云贪污证据 温行云想要杀人灭口 温行云本是端非一党的官员 此番让他跟楚清皇两败俱伤 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六公主说完自己的一番计谋 三皇子满意地点头 这个主意很不错 但是需要可靠的人来执行 六公主笑了笑 并不需要多可靠的人 温家笛子跟温家数字不合 直接让温家笛子来实施计划 会更完美 我们也可以置身事外 三皇子点头N了一声 忽然叹了口气 若六妹也有楚清皇这般武力 那就更好了 我们压根用不着去讨好别人 三皇兄不用担心 争处靠的不是蛮力 而是脑子 有计谋 才能让能人为三皇兄所用 只等三皇兄坐上了那个位置 还愁没有高手可用 这句话 说到了三皇子的心坛里了 他已经在幻想 自己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一呼百诺的场景 一声令下 想让谁死谁就死 想让谁活谁就活 楚清皇算什么 扶仓又算什么 那个位置必须是他的 为此 哪怕双手沾满亲兄妹的血 也在所不惜 几人后 朝堂上有头有脸的高官重臣 连皇子也来捧场 抱着打探苗头的心思 纷纷带上鹤里 前往温家 给温行云祝寿 今日掌公主殿下可会来 你那个树地 不是嫁进公主府了吗 他总是要回来的吧 温家笛子冷失一声 他回来又如何 也没见他 讨了公主欢心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楚清皇让温湛 与他共乘一辆马车 温湛明白 楚清皇的意思 既然要给他撑场子 自然就要做出偏宠的态度 只是这样一来 就不担心影响他的明节吗 楚清皇抬眸看他 眼神颇为微妙 本宫连弑军男宠都有啊 还需要顾忌明节 温湛顿十爷柱 貌似也对 心想 最近这位公主殿下性情大变 自己竟然一时间忘记了 他本就是个离经叛道 我行我素的人 在一旁斟酌了好一会儿开口 其实我有些不太明白 殿下竟然把我们都收进了后院 怎么一直未曾 与我们亲近 楚清皇翻书的手一顿 皱眉看了一眼温湛 你想事情 驾驶马车的扶舱文言 脸突然一黑 略带报复心理的 让马车压上了小石子 为武功的楚清皇 依旧端坐 壳里面的温湛 却碰了一下脑袋 楚清皇把书一盒 淡淡开口 本宫年纪还小 暂时没心思想 这些破事 连驸马都没这个机会 你们暂时也不会有 马车停了下来 扶舱回头告知道了 看向温湛的眼神 多了几分不喜 殿下都没心思 弑君倒想着事情 温湛看了一眼 沉默不发一语的浮舱 咽了咽口水 温府门前 有人一眼认出了 这是公主府的马车 马车里的人 是长公主楚清皇吗 没人敢确定 直到温湛从马车里走出来 众人才不知是失望 还是松了口气 接着就有一个 嘲讽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温二公子 怎么 坐着长公主的马车 回来给温大人祝寿 会比较有面子 二公子架子真是大得很 今日温老爷寿臣 连几位皇子和重臣 都早早就到了 二公子却姗姗来迟 温二公子一表人才 俊美出众 只是弑君的身份 到底卑贱 尚不得台面 二公子可别以为 这是个荣耀的身份 就是 换作是我 今晚根本没脸回来 温湛看着众人笑了笑 做七公主的弑君 并不是一件 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能得七公主的宠 倒是可以跋扈一下 忘了告诉各位 今晚长公主殿下 陪我一起回来的 随即转身温雅笑道 今晚他们 供应殿下的方式 有些特别 还请殿下多多喊寒 话音刚落 在场的众公子 脸色大变 不约而同的跪倒在地 惶恐不安地大喊 参见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寒冰般的目光 扫视一圈 方才所有说话的人 自己长嘴二十 本宫就不抽鞭子了 否则让你们脑袋开花 温府热热闹闹 大门口没有鞭炮声 反而是一阵 噼里啪啦的巴掌声 当真有趣 温家嫡子一看情况不妙 立即命人去叫他父亲过来 温战挺直腰板 望着惶恐的众公子笑了起来 各位还是照做吧 否则这大好的日子里 若见了血 只怕对谁都不好 楚清皇暴力公主的名头 着实好用 埃尔光虽然丢面子 总比丢命好 公子们暗恨在心 立即开始左右开弓 朝自己脸上扇去 楚清皇抬脚往大门内走去 边走边过 声音太小了 本宫听不见 众人心里一颤 耳光声瞬间大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从大门内传来 一身锦衣华服的 护顾侍郎温行云 震惊地看着众公子扇耳光 这是怎么回事啊 温战谦恭地朝他失礼 见过父亲大人 见到楚清皇 温行云已然明白 是数子温战闹出的乱子 自己过寿 门口却是这般光景 真是丢人 温战忽略脸非的父亲 很体贴地提醒 父亲大人 似乎忘了跟长公主殿下行礼 温行云目光落在 楚清皇面无表情的脸上 立即低头跪了下去 陈参见长公主殿下 殿下千岁 楚清皇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起来吧 即日温大人过寿 本宫跟温战一起过来 给大人住个寿 顺便有件事 跟大人商议一下 温行云心里咯噔一下 这尊煞神一来就搞出这种事 有事商议 怕是没好事 面上却很恭敬示意 门口不方便 殿下请 这些新生进了楚清皇耳朵里 他边走边淡漠说道 这些嘴碎之人 对本宫的弑君出言不逊 言语间极为难听 有失口德 本宫略失薄成 若是落了温大人的面子 本宫在此表示歉意 温行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素来冷酷暴力的七公主 居然对我表示歉意 温行云心里的那点不悦也消散了 连忙说 殿下折杀臣了 臣惶恐 不敢当殿下一声抱歉 他只要这位煞神别在自己寿宴上挥鞭子 就恶弥陀佛了 温行云将楚清皇引至书房 让人奉了茶 落座后便直接了当地问 长公主殿下 您今日来世 楚清皇看着温行云淡淡一笑 温大人不必紧张 本宫今日来 一是为了给温大人捧场 二是为了给您透个底 抄家一事 不必担忧 温行云一愣 不解楚清皇 这是什么意思 请殿下明示 突然一个仆人急匆匆而来 打断他们谈话 递上一封密信件 老爷紧急事务 温行云瞪了他一眼 没看到长公主殿下吗 毛毛躁躁的 楚清皇端着茶盏 淡默地说 既然是紧急事务 温大人就看看吧 温行云有种不好的预感 当即展开信件 信上赫然写着 长公主已掌握证据 明日将茶茶茶温府 温行云心下慌乱 下意识地把信揉了起来 楚清皇清冷淡默的目光落在惶恐不安的温行云面上 漫不经心地开口 是关于本宫的 腹部侍郎温行云大寿 楚清皇陪着温战到访 一来给自己弑君撑腰 二来顺便搞个事业 没聊几句 温行云就已经瑟瑟发抖 暴力公主煞臣的名头可不是虚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温战独自上了二楼 此处是专门接待世家公子的地方 他的到来 引得众人侧目 眼神各有不同 温战在温家没什么地位 如今又是掌公主府弑君身份 对于自持清高 正儿八经的世家公子来说 意味着是一种屈辱 就是父亲和兄长都会看不起 这不 温家嫡子温力鄙夷地看着温战 温家出了你这样一个子嗣 真是家门不幸 身为男子 以色待人 仗势欺人 温战 你真是自甘下见 温战文言却不慌不忙地笑了起来 兄长不下见 方才在门外 怎么就没勇气固着你的这些酒肉朋友 当着掌公主的面 做缩头乌龟 离开掌公主的视线 就敢对我讽刺谩骂 兄长 还真是一个有担当的好儿子 温战说完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温战觉得面子挂不住 抱贺一声 以恬不支持 躲在女人身后耍威风 温战笑容依旧 只是莫名让人有股含意 从兄长算计 把我送进掌公主府那天开始 支持这种东西 就跟温家没什么关系了 我不支持 兄长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初温力设计 让温战沦落弑君 毁了他大好前程 可面上却一直给他人营造出 是温战自甘堕落 甲青高的他 脸色瞬间铁青 大喊你信口开河 在门外挨过巴掌的男子 也怨恨地开口 明明是温二公子 自己仗着一张小白脸吃软饭 居然还敢 把责任都推到大公子身上 果然仗着有掌公主庇护 什么瞎话都敢编 真无耻 温战温雅地笑了笑 多谢方公子抬举 我也觉得 我这张脸长得 挺适合以色试人的 近日刚刚得了 长公主殿下的宠 方公子平日里 还是多读书为好 不然连骂人都没有词汇 骂来骂去就那两三句 着实没什么意思 几人嘴上功夫都落了下风 温力气急了 阴沉地喊了声温战 温战依旧温和地笑着 兄长莫要冲动 今日长公主来给父亲喝寿 兄长应该并不想 让场面弄得太难看吧 温力阴沉着脸坐到主位上 不再跟温战说话了 楚清皇可是个不讲情面的煞神 他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的脾气 恶狠狠地瞪着温战 心里富匪 才离开温家几天 胆子就变得这么大了 该如何让温战 死无葬身之地呢 忽然 悟不上书之子红月 突然不温不火地开口 如今这世道当真是乱了 嫡子忍气吞声 庶子趾高气昂 如此尊卑不分 家归不严 若是让皇上知道了 也不知会不会斥责温大人 至家不严 家风混乱 刚灭下去的火 蹭得一下又烧回来 还越来越猛 温力怒火中烧 是啊 我是嫡子 我凭什么忍气吞声 一个卑贱的庶子 就算入了公主府 他也还是温家庶子 在他这个嫡兄面前 就该卑躬屈膝 摇尾起怜 温力这么想着 目光落在温战脸上 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风花雪月虽然美 可处清皇无心观赏 一心只想搞事业 与世军温战达成了合作后 便由他出面 去温府给自己助力铺路 不曾想 温战在另一边 遭遇清高公子们团功 而他也会在温府 遭遇万箭齐发的景象 此时书房这边 温行云把信揉了起来 强装镇定 抬眼看着楚清皇 不知长公主何意 楚清皇目光 从温行云面上一掠而过 轻拧了一口茶 缓缓说道 温大人是母妃一族的大臣 而红尚书支持的 却是凤贵妃和三皇子 本宫自然不会蠢到对付自己人 本宫不妨跟温大人透个底 本宫抄家 第一个要动手的 是户部尚书红大人 红家覆灭之后 尚书之位就空了下来 到时 本宫或许可以向皇上提议温大人 接任尚书位 温行云猛在原地 心里的恐惧不安 突然转为天降惊喜 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温行云心头微微松了口气 楚清皇将温行云的一切表情 收入眼中又说之于这封信 本宫会来给温大人捧场这件事 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封书信恰在这事前来 温大人觉得是为什么 温行云越发揉紧了手里的信 这么说来 是有人故意要挑拨离间 楚清皇是没有理由对我动手 可也没道理 凭空掉线笔 温行云沉阴片刻问道 殿下想让臣做些什么 楚清皇从容开口 温战是本宫的士君 最近本宫刚刚得知他学士不错 或可考起个功名 温行云对楚清皇的这个决定 感到非常意外 长公主是想让温战入室 可他是庶子 又是公主殿下的士君 于情于理都没有这个资格 楚清皇淡淡一笑 温大人不用顾虑这些 也不必找任何借口阻拦 没有什么问题 是本宫解决不了的 温行云沉默 在心里暗自衡量一番 传闻驸马失宠 楚清皇转瞬带着温战 来参加自己的寿宴 这是不是意味着 温战入了楚清皇的眼 虽不光彩也不长久 可一个庶子 换楚清皇给的上书之位 非常划算 再说 楚清皇是端妃的女儿 温家是端妃的后盾 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果断地回到臣 答应殿下的条件 完全如楚清皇所料 很好 时候也不早了 本宫就不多耽误温大人的寿宴 还不往外走 那个上书位置 温行云有些迫不及待了 盲问殿下 打算何时行动 楚清皇刚想回答 淡淡抬眸 就被眼前突然飞来的几十只剑打断 楚清皇与温行云达成同谋 刚踏出房门 迎面一个黑影 一道寒光直朝面门袭来 楚清皇应急反应 右手已做出击杀的动作 却又忽然停住 只见扶苍身影如鬼魅般闪出 一招震碎了刺客的脖梗 随即抬手一劈 斧头断裂 黑衣人砰的一声 倒在了楚清皇脚下 不到一息时间 来袭的黑衣人 成了冰凉的尸体 倒在地上 温行云吓得都忘了叫人 片刻后反应了过来 惊魂未定的他大喊来人 有刺客 有刺客 相比于温行云的恐惧和慌乱 楚清皇异常平静 回头让他稍安勿躁 温行云顿时静声 楚清皇蹲下 查看起了刺客尸体 平静喊道扶苍 这四人是死士 扶苍点头回应是 他们应该是冲着本宫来的 楚清皇缓缓揭开 其中一人的面睛 忽然涌出一阵烟雾 楚清皇迅速反应过来 身体往后躲避 却依然有一缕清香 被吸入肺腑 扶苍脸色骤变 刺客尸体 被他一脚踹飞出去老远 在楚清皇身体要倒地时 扶苍一个回身 快速伸手 扶住楚清皇的身体 连续树下几点周身要学 封住大脉 头晕目眩的楚清皇肺腑 一阵剧痛 嘴角一缕血丝 沁了出来 温行云再一次被吓得 气魂只剩六魄 不安地看着楚清皇 大喊来人 快去请太医 护卫正要领命而去 却听楚清皇冷冷开口 都给本宫闭嘴 说完这句话 他从袖子里 掏出一个瓷瓶 到了一颗要丢进嘴里 微眯着眼压下 肺腑间阵阵脚痛 别声张 暂时还死不了 楚清皇正开扶苍的搀扶 本宫无碍 但默地看着温行云继续说 我在温家初始传出去 会是什么后果 温行云脸色煞白地 看着楚清皇 心里不安地揣测 真的不用请太医吗 事出在温家 即便掌公主不追究 圣上也要降罪迁怒 而若有朝一日 楚清皇对我稍有不满 咬定刺客是温家主使 我百口莫辩 这些刺客是什么来历 遇到这样的是 这位暴力的掌公主 又为何不生气 户部侍郎温行云的武士大寿 注定过得不安稳 不是嫡子聚重打架 就是公主在府中遇刺 她今天的心情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剧烈起伏 她想不明白 按照以往楚清皇的性子 今日在温府发生的这些事 只怕不屑喜温家 都是格外仁慈 这般想着 温行云越发心惊胆战 悄悄用眼角余光 看了一眼楚清皇 按道脾气暴力的人 突然间变得脾气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 见楚清皇好像真的没事了 才稍稍松口气 殿下放心 宾客都在水云阁 离书房这里有段距离 只要不派人去通知 宾客不会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楚清皇沉默着 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浮仓 一身黑衣的浮仓 微垂着眸 脸色白的有些不太正常 完全失去了 隐蔚该有的阵地 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浮仓这是在害怕 楚清皇心有所动 轻轻把手搭在 浮仓微抖的大手上 淡淡喊到浮仓 主子受伤流血 是隐蔚的失职 听到主子的传唤 浮仓抬眸 眼底带着无法掩饰的 空气和恐惧 楚清皇没有料到 浮仓会这么大反应 但笑道是本宫疏忽大意 跟你没关系 本宫不会治你罪 浮仓低头 看着被楚清皇拉住的手 还有公主的浅笑 很温暖 脸颊不自觉泛起红韵 所有不安的情绪也消散了 良久才细不可查的点头事 温行云看着地上的几具尸体 还有些后怕 长公主殿下 这几具尸体应该怎么处理 楚清皇淡漠 回到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放火烧了便是 温行云连忙安排人搬运尸体 又郑重朝楚清皇说道 刺客一事 臣一定会给公主殿下一个交代 让殿下受了惊吓 臣罪该万死 楚清皇淡淡看了他一眼 刺客一事 本宫自会去查 你不用过多费心 忽然一声惊呼传来 大人 不好了 大公子和几位少爷 把二公子给打了 温行云心里咯噔一下 有些心里焦脆 好好的一个寿宴 接二连三出事 那些公子哥不长眼 得罪长公主 刺客又上门行刺 害得长公主差点命在旦夕 眼下连肃来 引以为傲的嫡子 也给他添乱 嫡子仗着身份 对树子百般羞辱 树子有长公主 撑腰毫不退让 一旁自视青刀的 顽固子弟 煽风点火 却不知 他是在加速家族灭亡 而他们看不起的树子 很快就要骑到他们头上 温行云听到下人禀报 二公子被打了 脸色大变 这树子怎么这是 长公主的弑君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 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往上走去 楚清皇本来打算 带着扶仓回府 一听温战被欺负 倒要去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 走到水云阁楼下 就听到温利愤怒的声音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别说你现在只是 长公主府的弑君 就算你以后成了驸马 也依然是温家数子 在我这个兄长面前 你只能跪着说话 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是家归 此时一户未证粗鲁的 把温战压到温利面前 用蛮力想让温战跪下 其他世家公子 不是在看热闹 就是冷眼旁观 置身室外 听到这话的温行云 三步并两步 快速上楼 大喊住手 抬手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你这个逆子 能不能安生一些 温利不敢置信地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父亲不也瞧不上那数字 怎么会帮数字教训自己 没脑子的东西 温行云直接转头 怒喝护卫 还不把二公子放开 都想死吗 护卫下了一大跳级 急松开手 温战得了自由 慢调司礼的活动活动 被钳制得生疼的手腕 随即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父亲帮我看看 这张以色试人的脸 是不是被打肿了 温行云目光 下意识落在他脸上 略显怒气 却只能在心里 暗骂这小畜生 以色待人这种话 也能当众说出来 真是丢人现眼 心思沉稳的如玉公子 有了长公主的护短撑腰 今天不妨做一回 娇滴滴的白莲花 韩笑将那些 自视清高的嫡子 气个半死 刚走上来的楚清皇 就短短三个字 一句问话 瞬间让席间所有人僵住 尤其是方才在大门外 被赏了耳光的众公子 个个脸色耍白 不明白楚清皇 不是应该在女客席吗 怎么会来这里 一片静默之中 楚清皇走到温湛面前 抬起他下巴 瞅了瞅他有些红肿的脸 撑腰的来了 也是拼演技的时候了 温湛浅浅一笑 殿下 我没事 不疼 楚清皇只想说 好大一朵白莲花 可怎么办呢 自己的人自然要护着 温丽还将站在椅子旁 一双眼阴冷地看着温湛 心里无数次后悔 没在他进入长公主府之前 把他嗓子给毒哑 把他这张脸也毁了 看他还如何以色试人 楚清皇声音淡漠 但周身气势全开 谁来解释 本宫时间有限 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一个拿着折扇的男子 站起身面强行了一礼 在下户部尚书嫡子红韵 见过长公主殿下 这世间哪有嫡子被树子 踩在头上作威作福的 温大公子想必觉得 我这话有道理 看不过去 二公子趾高气扬罢了 红月仗着红家是太后亲族 她父亲是二品尚书 且首掌财政大权 自我优越感极强 寻思楚清皇 则会为了区区一个弑君 把他怎么样 太后意向的储君人选 是奉贵妃所出的三皇子 三皇子的舅舅 又是当今丞相 一个个皆是中书全臣 所以红月可以说 比在座的这些公子哥 都要高上一等 别说一个公主 就算是今天来给 温行云捧场的诸位皇子 也不会在名面上 给红月难堪 打了红月的脸 就是打当今太后的脸 护部尚书嫡子红月 骄傲自己的出生和家族 公然不把长公主 楚清皇放在眼里 却不知 她下一秒就要体会家破人亡 觉得混迹朝堂的人 都该懂人情事故 可惜红月今天遇到的 偏偏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暴力公主 一阵静默之后 楚清皇冷冷开口 给温湛赞礼道歉 本宫可以放过你 红月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傲气地看着楚清皇 让我给一个以色使人的东西 赔礼 不可能 我堂堂护部尚书嫡子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卑贱玩意儿 赔礼道歉 真是好笑 温湛却低眉垂眼 一副温润千功的模样 脸上始终挂着从容的浅笑 殿下 没什么的 这个身份本来就会被人看不起 不过我并不觉得丢人 能伺候殿下 是我的荣幸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暗叹这家伙 心思真多 楚清皇抬眸看向红月 所以 你是不打算赔礼道歉 红月立即回到 在下没有赔礼道歉的理 楚清皇点头 希望一个时辰之后 你还能继续嘴硬 随后 他转头看向温行云 今日温大人授臣 本宫承诺 送你的贺礼 很快就会奉上 但温家长子欺负了本宫的人 这一点 还请温大人给本宫一个交代 温行云很清楚 这嫡子的屁股开花才能过去 心下一沉 是 殿下放心 楚清皇又补充了一句 明日本宫会派人来验伤 温利的伤势 让本宫满意了 温大人就会心想事成 不满意的话 温大人就别怪本宫说话不算话了 他转身就走 扶仓 点起本宫的三千进位 今晚超户部尚书 红尘海的家 扶仓应了声 身后的众人 都被最后一句话 砸得齐齐色变 暴风雨要开始了 三皇子想着 算算时间 派去温家刺杀楚清皇的死事 应该已经动手了 心情惬意地喝茶等消息 见到侍从过来 他一脸欣喜 是温府传来好消息了吗 侍从却回到 楚清皇为了给温战出头 要带人去超红尚书的家 这会儿已经带着他那个隐蔚 离开温家了 三皇子惊得豁然站起 你说什么 那几个死士还没动手吗 侍从也觉得奇怪 按理说应该动手了 但是楚清皇还活着 三皇子脸色格外难看 楚清皇为什么没死 就算没死 也该中伤或者中毒了才是 原本计划长公主在温家出事 很快就会有人禀报到皇上面前 然后温家遭殃 今晚的五十大寿 就会成为温行云的死期 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偏差 另一边温府 红月又惊又怒 温大人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不愿意给温战赔礼道歉 就带人去抄家 他眼里还有王法吗 温行云现在没空理会一个将死之人 冷冷地说本官也不清楚 摆明了下竹克令 红月依旧仗着背靠太后家族强大 没什么危机感的回府了 虽然温丽是温行云最钟爱的嫡子 但为了护不上书之位 今晚只能委屈他了 命人把温丽带去祠堂家法伺候 他知道 楚清皇就是要当着这么多的面惩罚温丽 才能让其他公子都知道 得罪了楚清皇的下场 以后说话做事 才能懂得谨言慎行 不管是温战也好 还是其他人也罢 既然进了长公主府 那就轮不到谁来羞辱贬低 温丽至今都不敢相信 他爹会家法处置他 不敢置信地问 爹 我做错了什么 温行云头回发现这嫡子的脑子 这么蠢 冷冷看着他 你错在不该对长公主府的人无礼 不管温战以前是什么身份 现在他都是长公主的人 你得罪了长公主 难道不该被罚 说着 他转头冷喝护卫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把大公子带去祠堂 老爷最宠这个作威作福 指高气扬的嫡长子 今天不仅当中山儿光 还要带去祠堂中罚 护卫们跟做梦似的 以往主子犯错 受罚的永远是吓人 这是世家惯例 没想到今日 却是大公子遭殃 温战很不服气地挣扎怒吼 温战就是个低贱玩意儿 以前在家给我提鞋都不配 爹今日居然为了他动怒 长公主了不起吗 爹就这么怕他 真是个蠢货 温行云脸色越来越沉 不耐烦的命人 堵上他的嘴拖下去 马车里 温战着实诧异于 楚清皇的雷霆手段 殿下真要去超户部尚书的家 若是为了我 此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不必自作多情 楚清皇坐着翻看兵书 声音淡漠沉着 超户部尚书的家 早就在本宫计划之内 原本打算名誉一早去 不过今晚提前了而已 文言 温战有些尴尬 摸了摸脸颊 心想 原来不是因为冲冠一幕 魏蓝炎 还真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沉默一瞬后又开口 可殿下今晚的行为 会让人以为 就是因为我才报复红家 殿下不担心被人误会 楚清皇放下兵书 抬头看向他 打算扒了他这朵白莲花 你担心误会 那你今晚是为什么 挨的那几个耳光 温战脸眸 琢磨着楚清皇的意思 还是接着眼吧 谨慎地回答我 手无腹机之力 楚清皇目光在温战脸上 一律而过 但莫得说 本宫不喜欢听人撒谎 被拆穿了小心机 温战跪了下来如实回答 我倒也不算手无腹机之力 三脚猫功夫比不上殿下 但也能自保 今晚只是给殿下 制造一个发落温家的机会 殿下的士君在温家挨了打 就是温家冒犯了您 这把柄可大可小 殿下可以利用 而且几个耳光 换温力挨顿打 我觉得很值 他想到楚清皇说明 日会派人去验商 不管明天是否真的派人去 温行云都绝不敢冒着得罪楚清皇的风险 对温力放水 所以温家笛子今晚注定不会好过 对比下来 几个耳光算得了什么 想想做开心 原本计划是明日一早 前往尚书府抄家 温家一行 让楚清皇决定 今夜带着三千进军包围尚书府 此时马车里 楚清皇平静地看着温战 你也是个狡猾的 连本宫都敢算计利用 温战恭敬地低头请罪 愿受殿下责罚 楚清皇先连看了一眼外面 语气凭劲淡漠说 今晚算计本宫的不止你一个 今晚本宫在温家遇到了刺杀 对方出动的是死事 想要置本宫于死地 手段极为狠辣歹毒 温战一惊 猛地抬头 如果本宫今晚在温家出了事 那么首当其冲 会被牵连的人绝对是你的父亲 幕后主使之人是想一箭双雕 如此歹毒 本宫除掉户部尚书 也只是折了对方一条手臂而已 温战安静地琢磨厉害关系 想到户部尚书支持的是 凤贵妃和三皇子 楚清皇说折对方一条手臂 这言下之意就是说 刺杀长公主的行动 是三皇子所指使 楚清皇看了他一眼 让他起来 垂下眸子 继续看着自己手里的兵书 马车很快抵达公主府 三千敬畏在接到扶仓的传令之后 已经集合 楚清皇又吩咐扶仓 去本宫的书房 把所有证据 以及本宫的经册 令服拿上 即刻行动 楚清皇换了身衣服翻身上马 清冷的声音 在夜里流露出沉肃与威压 去尚书府 不一会儿 尚书府内 正在用晚膳的红尚书和红月 听到吓人哆哆嗦嗦的禀报 长公主带人抄家 敬畏已经包围了尚书府 红月经的筷子都掉了 他一直以为楚清皇在温府 只是吓唬他 他们家族背靠太后 凤贵妃和三皇子 楚清皇绝对是不敢的呀 没有想到 楚清皇居然真的来抄家了 真是个疯子 尚书府大门外 乌鸦鸦的禁尾排排站立 楚清皇毫不犹豫 一声令下行动